大家好 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 市整天都在整固等变的形態之中 看回中國兩地股市 今天的情況有很大的分別 上升指數最終升了47點 去到3450 中國高位建了3456點 即是技術上仍然處於高速向上沉頂的形態 唯獨港股就有少少高台的整固 行資早市先高開222點到26351 之後再輕輕升到26374點 但似乎有少少強暴 這一刻指數位升到245點 之後略為高台有少少反覆 一度低見260016 即是這一刻跌至113點 技術上整個形態仍然在250天線 正在盤著穿梭 250天線大概是26,072點 相對現在的指數是26,178點 時間大概下午下午3點35分 技術上來說 是屬於一個急升效的正常消化和整固 不算是特別的調整 因為指數由2日的低位24563 去到今個月7日 即是星期二的高位26782點 在四天內升了2219點 變成有幾百點的消化 其實是很正常的 不過雖然市是處於一個高台的消化和整固 但是個別的大數據股份仍然創新高 好像騰訊一樣 今天最高去到564元 現在有少少高台的反覆 在559 阿里巴巴今天最英俊 最高見到263.8 現在在260元的水平 但相對於昨天的收市 都是升了23元 一日升超過10% 技術上來說真的很少見 也可以看到市場對大數據的股份 看法是比較正面 仍然持續看得好 美團短命也不用說了 212元最高 突破了200元 總的市值已經去到12300億 整個板塊持續向好之下 其實也可以看到 好像上星期曾經有些資金 開始眷戀一些傳統的藍酒 但是突然之間 香港的疫情突然升溫 實體經濟一定受損 即是說資金不但卻步 而且又再抽回來 再進去大數據相關毋股費 不單止大數據 大5G的股份都升得很厲害 你好像水星2018 最高見到63.3 這一分鐘都是61.2 2382 順雨光學 最高見到151元 現在有少少高了 反覆 去回147 小米更加英俊 說招股價17元 其實今天最高16.98 差2個線 即是說突破了14元 再見17元的招股價 其實已經到了 估不估就真的自己決定 我覺得 放下的紙站向上行 就比較好些 近來的大市 大數據的股份相當勇猛 而且是有少少 走急了走快了 如果你說在現在這個水平 說好不好做這些部署 真是兩難 因為市本身而言 升了二千多點是需要消化 需要整固的 奈何就是 傳統藍酒仍然還是原地踏步 甚至反覆大縣 唯獨是大數據新經濟股份 始終升勢仍然都停不了 所以又要看什麼 成交金額 當然不用說了 今天到現在的成交金額 都是量例的 一千八百五十億 如果一天有 一千八二千九兩千億的成交金額 市場不會剩太多 最多就是這些錢 不買這個板塊 就買國豪板塊 即市場的氣氛 仍然保持一定的熱度 如果你相信昨天的收市計數 騰訊升很多 美元短榮升很多 小米升很多 9988升很多 順羽、水星都升很多 唯獨其他傳統藍酒 大部分都原來踏步 都不知道 內地的券商股 內銀略做好 內險也略做好 始終A股的上升 都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本港疫情又再持續升溫 我擔心就是 就算市場氣氛更良例 始終會略受虧限 大家補助方面 都不要太進取 好手少少少好點 好了 下午分析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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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